各位鼎姐妹你們好啊 我們很開心今天有這個Zoom的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那現在這段時間我們都講到關於建立人的靈命的 怎樣建立人、興起人 而我們這次是會講到就是 怎樣鼓勵我們那些正在建立靈命的人 就是有些我們建立他們的靈命 那他們怎樣去給他們鼓勵 讓他們有動力去跟從神 讓他們有動力去走神的路 讓他們有動力去發揮生命 那我們這次就講到這方面的 那在這裏我就寫了兩點 但我還有其他的會想講的 那這個第一點我寫了出來傳給大家 就是當我們幫任何人的靈命的更新 親近神的動力、離開罪的動力的時候 就是幫助人的靈命更新 還有怎樣有動力去親近神 遵從神、離開罪、侍奉神等等 我們就馬上欣賞他們 就是他們靈命有更新的時候 他們有親近神 他有離開罪 他們有侍奉神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欣賞他們 就告訴他們 聖靈的內住叫他們有這些更新 也都證明神在幫助和欣賞他們 其實今天剛剛有一個姊妹 就很好 她做了功課 她傳了給我 那她的功課就是講到什麼呢 就是講到她幫助人 因為我跟她說 你幫助人的時候 你可以錄音傳給我 然後我就會回應在你幫助人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做得好和改善 她是很有耐心地幫助人的 很有耐心和有很多欣賞的 然後那個人就說到 她很多時候親近神的時候都會感動 這個幫助她的姊妹就馬上就說 就是神在你裏面做功 感謝神 那她就停了在這裏 停了在這裏 那我就給她一個提議 那我就跟她說 當有人她有經歷神 她生命有任何的提升的時候 我們都跟她說 神在做著功 我們欣賞她 以及告訴她神在做著功 那神在做著什麼功呢 就是說她親近神的時候 她很多時候會感動 那就是證明聖靈在做著功 就是聖靈看到我們親近她 她就很歡喜 很歡喜的時候 她就會感動那個人 會令到那個人受感動 那這個過程呢 我們看到神真的很專注在我們身上 當我們一聽話 神立刻知道 神立刻欣賞 就會感動那個人 那所以我們幫任何人 他們有感動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她 這個原來就是神在這裏 在這裏很開心你親近她 很開心你做著她出吩咐的事 神立刻來到你身上 感動你 那這個是非常美好的 看到神如何愛你 那以後呢 你都可以怎樣提升 那我立刻就會跟她說了 可以這樣說了 就是說 原來你發覺你一親近神 或者唱詩讚美神 在敬拜的時候 你立刻感動呢 就是神在這裏祝福著你 神立刻回應你 那真是很好啊 你真是跟神在這裏 你真是在回應著你 你真是跟她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那你以後 你想不想繼續都是這樣 跟神有密切的關係呢 那你想呢 你每一次親近神你就留意了 聖靈在你身上的工作 譬如你發覺 我一親近神就平安喜樂了 那我就更多親近神 更專注親近神 而發覺那種 平安喜樂感動加強呢 那你就知道神是歡喜了 神就更大的祝福 神在這裏幫著你 在提升著你 那然後呢 也可以告訴他 怎樣可以更加投入呢 就是用心靈誠實 整個心靈愛慕神 不是只是思想愛慕神 是整個靈與魂 思想意志感情都說 神是最好的 我真是感激你 我真是歡喜你 我願意走你的路 第二就是意志 我願意全心跟從你 我呢 又願意建立同你的感情 深深感激你 愛你 歡喜你 還有整個靈去愛慕神 那人呢 就會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那個靈開通 整個人去歡喜神呢 就容易每一次親近神都經歷神 那我們就 欣賞祂所做的 然後就告訴祂 神在這樣回應著你 那你又可以怎樣提升 你可以進步 這樣呢 你就可以有大大的聖靈的充滿了 這樣 那你想不想這樣呢 那就是趁這個機會 一方面欣賞祂 另一方面呢 都引導祂 給祂看到呢 祂的生命可以怎樣高度的提升 那就讓祂知道走這條路 神的路並不是很難的 並不是說難若登天的 就是我們每一次看到神在那裡回應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就更投入親近神呢 就已經是做著神吩咐的事了 神就歡喜了 神就提升我們 那所以呢 是一方面欣賞 一方面就讓祂知道神在那裡幫著祂 神在那裡祝福著祂 那所以這一點呢 就是說是讓祂知道神在那裡工作 而我們怎樣跟神配合 這樣呢 就更加容易提升我們在幫助的人 OK 關於這一點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或者有任何回應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當我們看到人被提升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去更提升他 那我又用另外的例子 那其實 那個內容一方面我們欣賞 另一方面我們就趁機會提升他 那譬如有人說 我呢現在很有動力傳呼音 我很想傳呼音 我很想幫人的靈命 那剛剛我所說的就是說 每一樣東西我們提進步呢 都是神做功 有沒有人想嘗試用你的方法去鼓勵他 告訴他神在那裡做功 還有神在做什麼功 跟他現在所做的有關係 就是有人他很有動力傳呼音 動力去建立人的靈命 我們在那時候怎樣欣賞他 還有告訴他神在做功 他可以怎樣被提升 有沒有人想嘗試去解釋 就是用我剛剛才所說的方法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呢 我都是聽到幫到我好快 但是我今天呢 我都是有幫助教會那些離開 但是他有一個就他說要感動啊 就是我都是欣賞他的 我鼓勵他 那當我跟他見解的時候呢 他都一路流眼水 還有那個平安喜樂呢 就是他面上的笑容都不同了 那他就答應了我呢 他幾年沒有回教會 他答應了我來近禮拜六回教會 那我就會盡量去鼓勵他 他親近神啊 耶穌很愛神很愛他的 就是當他願意去給 就是親近神去放手 給神不是信就好 會去跟他同在啊 改正的靈命啊 就是他說我有 就是我現在很多那些 就是那個心靈感動 他覺得有點後悔啊 就是有三年沒回教會 還有他去離開教會 還有他自己做的不好的事 那天早前我還走 他那時候拿一個月到我還走 他拿電話那時候 他去吃煙 他看到我馬上不吃 那今天他不敢說他吃煙 今天他就說 他就說我都不回教會 他不去離開教會 另外有很多我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那我就鼓勵他回教會 還有我是鼓勵他 回禮拜日下午 就是你那裡兩點鐘到六點鐘 那個兩拍那個學習那裡的 那他現在暫時就 你八六就答應了我回教會 那裡兩點鐘到四點鐘就說 他要那個心理學 那我就一路路看下他怎麼去 慢慢讓他回到那裡 你站在那裡 還有他給他分享一下他的經歷 就是神怎麼去心裡改變 自己的動力去改變 他自己的不好的東西 吸煙那些其他的壞習慣 OK 好 那你現在說的是你去鼓勵他 去提議他怎樣去繼續進步 那非常好 那我先問的問題就是 譬如有一個人有願意侍奉神的心 我們怎樣可以讓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功 他可以怎樣繼續進步 我初初講到的例子就是 譬如有人說我親近神的時候 我感覺到平安喜樂感動 我們就告訴他神是在回應你 神是在歡喜你親近他 所以我們就即時就去欣賞他 並且告訴他神在做功 大家留意這一點 神在做功 告訴他任何進步都是神在做功 所以你看得到當你一聽神話 神立刻回應 立刻在你生命中做功 你就可以繼續聽話 你當你一聽話 神就歡喜 神就會提升你了 我現在剛剛在說這一點 就是第一是欣賞他 第二就是告訴神在做什麼功 那你可以怎樣繼續給神做功 那關於事奉神 我給大家一個提議 譬如有人說我很想傳回應 我很想去幫人的靈命 我很想為人祈禱 那我就會說感謝主 第一你回應神 你聽神話 第二就是神在你裏面做功 他賜給你這個動力 就是肥勒比書二章十三節所說的 因為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神在感動你 所以你會立志侍奉神 你會立志去做神吩咐的事 就證明神是喜悅你 神回應你 所以你繼續回應神 神就會更大在你生命中做功 那神是在和你一起 神在改變你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大家聽不聽到我這個 就是神的屬性 查經法或者教導去提升人 我再舉個例子以後 我就給大家一些機會去試回應一下 我再舉例子 譬如有人 以前他犯罪覺得很隨便 現在他犯罪說 我現在覺得很不舒服 我很想離開罪 那我們就馬上告訴他 感謝神 我欣賞你 你會有離聚的心 同時我們都看到神感動你 因為聖靈會在我們心中感動我們 聖經講叫我們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聖靈在感動你離開罪 就是說神沒有丟下你 神在愛你 神在你生命中做功 當你每一次發覺有罪 他馬上做功 那就是說神在不斷提升你了 還有當你聽話 你聽神話就會發覺有平安喜樂 就是說神就喜悅了 所以你繼續聽話多些親近神 遵從神 神就更高度的提升你的生命 大家留意聽我說的就是說 每一件我們改變的事 我們生命有改變 都是因為神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說神在做功 無論我們親近神的時候有感動有平安 或者我們有動力親近神 譬如有人說我很想親近神 很想祈禱很想讚美神 那我們就欣賞他了 你會想親近神讚美神 就是說神在你裏面做著功 感動著你 令到你有這個動力去親近神 證明神喜悅你 和神在留意著你 你一聽話他就很歡喜了 他就在你生命中做功了 大家拿不拿到我的意思 就是說每一件事 當人改變聽神話的時候 就證明神在他心裏面做功 而當他繼續聽話 神就會繼續在他裏面做功 神會喜悅他 譬如我又講另一個例子 譬如有人說 我現在想到神 我就很歡喜了 以神為樂 我很歡喜 我想到神就很歡喜了 想到神的恩典我就很開心了 我們立即欣賞他 我說你真是好 你以神為樂 神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 神也會叫你成駕在地的高處 神會大大祝福你 而你會以神為樂 是因為神在你心裏面感動你 讓你感激神 所以你就會以神為樂 你就會歡喜神 你說神真是好 所以我就願意聽神的話 當我們時事都被人看到 神和他一起很密切 神在栽培著他 神在幫助他 而每一次當他聽話的時候 都是因為神感動他 那他回應 就是神在感動著他 幫助著他 而他繼續聽話 神就會很歡喜 神就會繼續祝福他 那這個就是 趁他有任何改變的時候 一方面欣賞 第二方面就是告訴他 你會改變 因為神在你心裏面運行 那個經文就是 《彼勒比書2章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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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每一件事你願意做 跟從神的 都是神在你心裏面運行 為了成就神的美意 好了 那現在我又給大家一個例子 那我就問一下大家 怎樣在這件事上 立刻欣賞和鼓勵人 譬如有一個人說 我現在呢 我經常都喜歡讚美神的 我現在呢 我走路坐車 我在洗手間 我煮飯洗碗 我都會一直讚美神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欣賞他 和告訴他 神在他心裏面做功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 大家可以放膽的 就是想一下 怎樣神在他裏面做功 為什麼他經常都會喜歡親近神 去讚美神 為什麼會這樣 就告訴他 來提升他的生命 有沒有人想說 就是我希望大家明白到我剛剛所說的這個 這個教導 基於二筆所說 阿肥勒比書二章十三節 就是基本上就是告訴別人 他有這個改變 因為神在他裏面做功 神在他做功 即是說神是歡喜他的改變 而他繼續聽話 神是會繼續提升他 繼續使用他 欣賞他 繼續賜給他更高的層次 將他生命提升 而我希望大家留心聽 下次再跟著我再講一個例子 我希望你們會去講 就是說 這個人會經常想親近神 經常想讚美神 就證明是聖靈感動 因為肥勒比書二章十三節那裡說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你會很想祈禱 很想讚美神 因為神在你心裏運行 這個是因為你和神有個關係 所以聖靈就會感動你 所以你就會想去 時事讚美神 時事感激神 很歡喜親近神 就證明神在你裏面做功 所以你和神的關係已經進步著了 當你繼續聽神話 神就會提升你 神就會幫助你更高的提升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說任何我們正面的改變 我們更加會悔過 願意建立教會 這些全部都是聖靈在我們心裏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就是說這個人 他是和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所以聖靈會這樣感動他 當他有這個感動的時候 就是說神是喜悅他 神會繼續加力給他 繼續提升他 他越聽話 提升程度越高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有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改變 不過有些是大 有些是小 就是從我們一信耶穌開始 就會犯罪覺得不舒服 就會覺得內疚 就會想離開罪 而當一個基督徒 他真心離開罪 他知道罪的破壞性 罪會破壞同神的關係 罪會帶來 也會破壞他的生命 當他心裏面明白這個時候 他就更有動力了 更有動力 他就會很想離開罪 他一有罪的意念馬上處理 就證明神在他心裏面運行 越來越強烈 所以他會有這個改變 這就是我們幫助人 明明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就是說即時 讓他知道神正在做功 神正在改變他 如果他繼續回應 他的生命就會繼續提升 OK 我現在又給了一個例子 所以我就想大家去 用我這個方法去鼓勵那個人 譬如有一個人說 我見到教會裏面有些人軟弱 我立刻想去幫他的靈命 我立刻就為他祈禱 我就很想找機會去幫助他 更加愛耶穌 當我們聽到一個人有這個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他呢 有沒有人想嘗嘗說呢 因為我想大家聽到之後明白就會說了 阿穆斯 是 我有一個真實的例子剛剛發生的 是我最近是協同一個 新畢業的傳導人去職堂 那我很用心去幫助和他同工 也都發現他 但是在大家有些事情的 事物上的 就是大家的看法不相同 我都試著直接和他談 甚至直接和他的太太談 但是到最終給我發覺 他是感覺 以為我是惡意對他 甚至是 就是 就是 剛剛上個星期六 就是給他一個感覺 他是用很多的方法 是 令到我很不舒服的 就是簡單說 就好像 有一個感覺好像被人過橋抽板 或者覺得自己好像被 是他覺得被人過橋抽板 還是你覺得 我覺得被人過橋抽板 OK 那很不舒服 但是當時聖靈立刻提醒我 他說 不要為自己申冤 好坦白說 我覺得很難撐 因為上個星期六發生的事情 那 到了今天 其實我是在這裡想分享的 就是 剛剛很奇妙 我剛剛昨天 就 忽然間感覺自己很不舒服 那 有點流鼻水 那 自己做過檢查之後 原來我中了COVID 那我這次自己就在家中 在那裡休養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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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想說什麼 就是你現在 我認識了很多年了 但是原來跟他同工之後 發覺原來 兩個性格是不合 而是 最終我只是想分享這件這樣的事情 我應該怎麼處理呢 OK 現在呢 你在問我一個問題 是不是 在問我一個問題 OK 那你就 不是在回答我問的問題 你是在說另一件事想我回應的 那 那 因為呢 你說到關於這個傳導人 你之前也有提過 就是 說到跟他的合作有問題 那這件事呢 就 我需要個別跟你談 好不好 因為呢 這個不是我們剛剛講的主題 我們剛剛講的主題 就是有人要改變的時候 是聖靈感動他 那 所以譬如 好像今天你 你會有心想去跟他建立關係 這個呢 就是從神而來的感動 就是聖靈 不對你放手 他會繼續在你內心工作 讓你知道 神想你跟他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令到你呢 就不能夠就這樣放下這件事 那 所以這件事呢 我就只是 我不是幫你處理 我只是告訴你 我感謝神 神在你裏面做工 所以叫你會想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呢 就是證明神在你裏面做工了 那你當你繼續回應神呢 神就會繼續在你裏面做工 帶領你 那我就會 另外抽時間去和你談 怎樣處理這個傳統人的事 好不好 但是 在這裏來說 我感謝神 就是神會感動你去 嘗試去處理 就是說呢 這個呢 就是聖靈不放過你 聖靈呢 是想在你身邊做工 他 雖然你之前有講過 你好像有些想放棄那樣 那聖靈呢 就提醒你 他想你有些行動 有些正面的行動 那這個就證明了聖靈在你裏面做工 感動你 是一個好消息 那你當你繼續聽神話呢 神就可以繼續提升你了 那至於怎樣幫這個人 我們就不是現在去講了 我們個別再跟你講 好 好 那我想大家 因為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用神屬性 查經法 還有廣道法 這些方法 來去提升人的靈命 是非常重要的 那譬如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 在我們當中今天有一個人 是在參加我們的聚會 其實我已經把他的影片放上網了 他的見證放上網 那他就是怎樣呢 他就是曾經在我們聚會 那他經歷聖靈的喜樂 那他就學習靈的討告 然後呢 他這個人呢 就很大的改變 一方面就是神的祝福 另一方面呢 就是 也都是同時有藥物的醫治 那就幫助他 處理到他的情緒的問題 還有他當時又要用呼吸機 那結果呢 都不用用 然後呢 他現在呢 就在外國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教會呢 他就幫助這個教會 發展這個 這個釋放 醫治釋放的事工 那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人 他怎樣經歷聖靈 跟著提升他去改變 那我就會 欣賞這個人了 在這一陣子我就去欣賞他 那欣賞他什麼呢 我就說 神真是好 咦我發覺 咦我這先本就設了他做 我現在是連席的 我現在是連席的 加回去做連席 那我就 我欣賞欣賞這個 這位姐妹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她會回應聖靈的感動 就是聖靈不斷在她裏面做工 好 神正在做工 因為神在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面運行 要成就他的美意 神在他心裏面運行 第一 醫治他 第二呢 就提升他 讓他有心去適服 讓他有心去幫助人 他就在這個教會呢 就會 很有膽量 提出 去幫助人 去得到醫治釋放 跟著他就在教會呢 開始 推行這個運動 配合了教會裏面的人呢 一起去進行這個 醫治釋放的事工 那這個呢 就是我欣賞他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就是欣賞他 會應聖靈的感動 而聖靈在他裏面做工 所以呢 他越聽話 神就會越提升他 他就會進入一個高層次的事工 那這個就是我對這個 姐妹的鼓勵 因為他回應聖靈的感動聖靈 一路感動他 他一路聽話 以至他的生命一路提升 這個就是我用神屬性 查經法和港道法的方法 就是說 在每一件事我們所經歷到幫助的 都是神做工 神做工證明神沒有丟下我們 神愛著我們 神在做工 神提升我們 當我們越聽神話 生命就越提升了 那我就想大家呢 學到 當有人有改變的時候 都會這樣去欣賞 和告訴他 神在裏面做工 那我現在就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譬如 有個人很想去傳福音 很想去幫人的靈命 他有這個動力 甚至或者有心去侍奉神 成為一個全職的侍奉者 那當有人有這個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欣賞他 和告訴他神在做什麼工作 你怎樣可以回應 OK 有沒有人想嘗試去回應這個人 譬如你和一個人聊天 幫助他靈命 然後有一天 他說 我現在呢 我很想去傳福音 我看到人 我就想傳福音 我就很想幫人 我就很想提升人的靈命 我也都希望有一天 或者我能夠全職去侍奉神 我很歡喜 譬如有個人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去鼓勵他 並且用《肥律比書》二項十三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OK 有沒有人想嘗試一下 我想大家嘗試去學習去操練 怎樣去欣賞人 和留意到聖靈在我們裏面做的工作 我想問大家 大家首先明白不明白我講的內容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改變都是聖靈感動我們 聖靈感動我們 證明神在愛著我們 祝福著我們 也都證明我們真的在聽神話 所以神會繼續感動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告訴別人 神在做著功在你的生命中 當你越聽話神就會越提升你 就是這個觀念大家有沒有 明白不明白 有沒有人有問題 大家如果你不想說聲 你可以弄一隻手給我看一下 讓我知道你是不是明白 你明白的你就舉手了 就是你那裡可以選擇 有一個選擇就是舉手 我明白 我亦都希望你能夠 可以嘗試去回應 就是當一個人有心去傳呼 因為一事共神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鼓勵他 用這個 首先我想大家知道 大家明白不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 我就再繼續解釋 其他人可不可以回應 或者你不明白 有沒有人不明白 明白 明白 我明白 但是 我這樣說 你好像一會說不出來 真真真真是說 以後這樣我就會去 明白的 我明白的 明白你說的 好 好 謝謝你 其實我所說的 啊 先說我是 我是設了 OK 嗯 我嘗試再解釋 因為其實呢 這個方法其實有點像一個方程式 一個方程式 什麼意思呢 一個方程式 就是 是可以用同一個方法去鼓勵人 是跟著去做就可以了 不是難得很緊要的 那怎樣跟著這個方法去做呢 那我再去解釋一下 就是說呢 有任何人有想親近神 就是神在他裏面運行 叫他想親的神 有人想愛神 心裏面很感激神 很愛神 很喜歡做神吩咐的事 就證明神在他裏面運行 就是說神是歡喜他 神繼續在他裏面做功 讓他生命有改變 所以呢 神是沒有丟下他 神是欣賞他 神是在提升他 首先我可以問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留意 神在你心裏面 你們的心裏面做功 令到你想遵從神呢 大家有沒有這種的經歷 如果有的可以開聲說 就是說你有沒有經歷到神感動 我想你回答是這樣 等一等 等一等 我想你不是去講你今天發生的事 因為我知道了 我只是想你講給我聽 你有沒有發現你裏面有一種動力提 提你去改變 我只是你說這件事 譬如我有動力 神提醒我去闊改 去親近神 去遵從神 去傳福音 去幫人 我有這個動力去幫助教會 去感激神 愛神 做任何神吩咐的事 大家有沒有這個動力 我只是想大家這樣回應 就是說我有動力 聖靈給我這個動力 我這樣改變 大家可以這樣簡單回應 不是去分辨 沒有沒有事 我身份在我裏面 有感動我的 就是他都要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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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抱起了一部門 就是打電話給他 給他今天說了一些事給我知道 OK好 感謝主 即是說聖靈感動你去幫一個人 是不是 是 是的 非常好 證明聖靈是欣賞你 祂是知道你的心 祂在你裏面做工 做到的程度是令到你想去幫這個人 這就是聖靈在你裏面做運工 即是神欣賞你 並且祂會推動你 祂運行會立志行事 你心想做 並且你真的做出來 就是你立志行事 會真的行出來 是因為神在你心裏面運行 而要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我就會告訴你 怎麼會是神原來在你裏面做工 祂是欣賞你 祂因為和你有生命的關係 所以祂就能夠感動你改變 所以你的改變是因為聖靈一直接立你 在你心裏面的改變 所以你越聽話 聖靈的感動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清晰的 大家聽不聽到我說 我們所經歷任何一種改變 都是聖靈在你心裏面做工 我們就欣賞那個人 並且告訴你 你可以這樣繼續進步的 OK 還有沒有其他人你有 生命裏面 聖靈會感動你改變 請你簡單說出 聖靈感動你做什麽就行了 我牧師 聖靈有感動我 但是我就未做得到 聖靈感動 我要等候神 一二再再再二再再 但我未做得到 OK 那我想問你 你是完全做不到 還是你做了這個時間不夠長呢 是哪一種呢 等候神 因為屬於圓神做不到的 聽不清楚 你再說一次 你是完全做不到 哦 完全做不到 但是你整天聖靈感動你去等候神 是 OK 這樣的情況呢 聖靈 我想問你上一次聖靈感動你等候神是什麼時候呢? 是今天 前日 還是多久之前左右 三天前左右 OK 三天前左右 那就是說三天前左右 聖靈依然在你生命中做功 感謝神 我欣賞神 我多謝神 神在你生命中做功 感動你去感動神 去等候神 不過暫時來說 你是沒有這個動力 因為你不懂得怎麼等候神 是哪一樣呢? 好像沒有時間 是的 我懂的 但是呢 好像一閉大眼就很多事情做這樣做那樣 就是這樣吧 OK 好 就是因為時間的問題 是不是? 是 就是不專注 不能夠專注 OK 好 那一方面你就知道聖靈感動你 所以這個是好消息 就是聖靈並沒有放棄你 神在那裡感動你 神在那裡想你改變 那所以 依然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那你未聽話 即是未做到那樣東西 因為時間的問題 那我就會說 好了 時間做不到 那你可不可以想 你未必一天 每天做一次的 譬如你說 我能不能夠編定 我一個星期有一次或者兩次去等候神 那你怎麼計劃呢?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次序 譬如說 譬如有人感動去全府 不過他經常都有感動 不過總是做不到出來 那我就會說 每星期做一次 或者你認識的人 有誰你嘗試跟他談 那你做一下 你做一下 你又欣賞自己了 我現在又改變了 喂 我有聲喔 有聲喔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聽到 現在聽到 OK 好 那麼就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知道原來聖靈正在做功 那我們可能有些阻力 我們就問神 神啊 我怎麼可以勝過這些阻力 我可不可以編排少許時間去做這件事 有時候我們不是第一步就 一聲 升級到最高級 只是說呢 我嘗試第一級 譬如一個星期一次 或者兩個星期一次 我嘗試做這件事 做不做到? 我有做的時候 我就感謝神了 因為我現在呢 我嘗試勝過我的時間的限制 或者我有動力 或者沒有動力 或者我很害怕 覺得自己做不到 我現在得勝了 因為呢 由聖靈感動到行動 有時候是需要時間去改變的 也都是 應該說那個人肯肯聽話來改變的 那如果我們都發覺自己有改變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 欣賞了 就是有一點改變就欣賞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回應起初的姐妹所說的 等候神那件事 那你就嘗試去找時間 那我想我也會這樣說 跟剛剛講的那個姐妹就說 我欣賞你 因為神在你身邊做功 似乎你這個動力 持續有這個動力 就是神想你做這件事 那只是爭在你時間上不容許 那你就嘗試你編定時間 就好像你約了人那樣 你約了人你就會 一定會應約去見個人 那你就答應了 好吧 我這天呢 可以有時間 我就答應神 我在這天這個時間 我會等候神 那可不可以這樣來到開始 那我就會說 你進步了 不單止你有立志的心 你要走出來 就是因為你刻意去遵從神 大家拿不拿到我的意思嗎 就是無論人立志 或者他做到 我們都欣賞他 並且告訴他 神在他裡面繼續做功 OK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 聖靈感動你做些什麼 我現在嘗試就讓大家知道 神跟我們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是我們不知道神跟我們這麼密切 而且不知道神做了這麼多功 所以我們就會 有時候不珍惜我們的生命 有時候沒有發揮生命 因為我們不知道原來神在我們心中 放了這麼多心機的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說 神啊原來你放了這麼多心機 而我聽你說一定無福的 既然神在感動著我 就是神沒有放棄我 那我一聽說 神一定會歡喜的 那這個就是可以提升人的靈命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好 有沒有人還想說 我想希望大家多些人回應 就是說聖靈有感動你 還有啊 是你說的 OK 我是在多三一年多之前 是跟香港有一幾個人在空中相遇 甚至說以後他是朋友 那這次跟他們 但是發覺原來是 他拿了我的家庭的事情 他來攻擊我 但是我並沒有生氣他 而現在我仍然在空中 就是在WhatsApp的群組裡面 是繼續在那裡做著 就是向他們傳播音 就是裡面有很多是 不同信仰的人 我一個感動就是在那個WhatsApp群組裡面 是在那裡做著這個工作的 那也都 中間都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時不時會是被人家誣衊啊 被人家甚至會被人家攻擊的 但是anyway 我是 大家都說我為這個工作去祈禱啊 OK 好 感謝神了 就是說神感動你 在WhatsApp群組裡面去幫助那些人 雖然那些人有時候會攻擊你 說一些不好聽的說話 不過你依然有這個動力 那我就感謝神了 神賜給你這個動力 就是神在你裡面運行 而當你繼續去回應這個感動的時候 神就會更高提升你了 那我也都求神給你智慧 如何處理那些敵擋你的人 和不受他們的影響啊 因為你剛才說到就是有時候他們會影響你 那這個都是我們侍奉的時候 必然有的一個經歷來的 有時候人會令到我們不舒服的 那我們就靠著耶穌我們就說不要緊 我為神做的神歡喜 雖然有人不喜歡 我不要緊 我總之我繼續努力 是神喜悅的 也都一定有果效的 那我就繼續去做 那這個就靠主去不讓那些人影響 而同時都找出一些方法 怎樣去處理到一些人的攻擊啊 怎樣的方法 柔和的方法處理這件事 那我欣賞你 就是告訴你 聖靈在你裏面做功 所以你會有這些進步 那就是主 那就是主 OK 其實每一樣東西我們改變的 都是聖靈做功 幸好沒有人想說 我想大家深刻有這個觀念 明白原來我們會改變 不只是人的工作來的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 我聽話所以我改變了 這個的確有的 是因為我們聽話 但是也都是很明顯有另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立志行事 是因為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就是神在做著功 就是說神不要放下我 神在幫著我 那我就感謝神在幫著我 我也都欣賞人 他們會開放給聖靈工作 聖靈在改變著它 這個是好消息來的 我們繼續聽話 聖靈的感動就越來越強烈了 好 蔣雲 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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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都有問過你的問題 是關於我不停地在聖經那裡找答案的 但你提醒了我之下是我對神不教信心 那我就調整了我的心態之後 我就發覺每天我都很喜樂 很有自信 以前是從來都沒有的 我是直接覺得聖靈每天都在這裡提醒我 我的心經常在這裡提醒我們這位神很有信心 祂一定會把最好的給我 那我就整個都好像不同了 整個人很有自信 做事也很好 無論我現在工作也很順利 總之我發覺跟祂的關係是 越來越親近的那種感覺 我以前沒有 以前我經常好像自己猛地去找方法去找 原來是我自己對神的信心不教 那我現在的信心在足夠的時候 我發覺神同在那種 那種這樣的心情是不同的 聖靈一直帶領著我 我在裡面很喜樂的 很平安的 做任何事情都很淡定的 我以前經常很慘 因為我有焦慮的 是很害怕的 就算我處理了很多 但是我還是覺得缺乏差點信心的 但是現在就不同了 好了很多很多 我從來沒有過好像現在這樣的狀態 很感恩 感謝神 是 感謝神 好了 這個過程當我們聽到 譬如弟兄姐妹你聽到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怎麼回應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 剛剛這個姐妹 她所講的東西 有沒有人想回應 就是怎麼樣用我謝仙的方法 欣賞和告訴她 聖靈在她裡面做功 大家有沒有人想試一下這一陣子回應她 讓她知道神在做功 讓她知道神是喜悅她 神會更大提升她 有沒有人想試一下回應她 我想試一下牧師 OK 這個姐妹我不認識你 都沒見過你 不過很為你感恩 就是看到你是真的願意去 真是感受到聖靈在你身上的動功 而你也是在聖靈身上得到那個喜樂 你真是跟到神的旨意 因為神叫我們上上喜樂 不如祷告辦自謝恩 就是由你剛才的分享到 真的看到你是真是可以活在神裡面 很為你感恩 姐妹 好 非常好 你是欣賞這個部分 那你可不可以加上一個部分 就是神在做功呢 這個就是我姐姐所說的 讓她知道 她有什麼行動 有什麼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她心裡運行 這個部分 我想大家明白到 我們生命中任何改變 都是神帶來的 那我就想你在鼓勵人的時候 帶出這件事情 並且告訴她 你繼續這樣進步 神一定會歡喜和提升你 OK 這個部分你可不可以繼續說 你的心 因為由於你相信 神是 相信 由於你神有這個依靠的心 神是會喜歡你 他會繼續這樣去 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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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好 OK 好 謝謝你 好 我現在轉一轉 麥克 好 我現在 我現在 就 其實 已經有說到這件事 我再將他更加清晰地說出來 就是怎樣 我聽到姐妹所分享的 現在對神有信心 起初很多時候會擔心 但是現在 相信神的應許 神的話語 就有信心 並且有祈樂 這個就是 讓我們看到聖靈在你裏面做著 你會 信靠神的話語 是因為神 將這種信心放在你裏面 是因為神在你裏面動工 改變你的內心 叫你不再看困難 而是看著神的應許 神一定會照著祂的應許 神就令到你相信祂的應許 所以你就起落了 那聖靈也次起落給你 當你依靠神的時候 神就將喜樂放在你的心中 那就證明 原來聖靈是這樣教我們 提升我們的 當有機會我們聽到真理 聖靈就會提醒我們 將這個真理放在心中 而我們繼續去回應聖靈的時候 祂就會幫我們整個心投入 而你當你所領受到的這個教導 就是說神是祝福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我們可以輕省地去親近神 神一定喜悅的 我們所以可以放心 可以開心 聖靈是會繼續感動我們的 OK 我想說的就是 原來我們 立志行事 我們每一樣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願意做一個什麼功課呢 寫下 或者錄下 你有些什麼 你覺得神在你心裡動功 你就說神啊你真好了 你怎樣動功在生命裡面 並且你可以說下一樣 就是說 那我如果更加回應聖靈 我就可以更加改變了 那我用個例子說 怎樣去寫這個見證 因為這個見證 大家可以做了 就放在網上都可以的 譬如有人 心裡本來是煩惱的 現在明白到聖經說 神是會照顧我們 有神幫助我們 有耶穌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於是我們就相信了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我會繼續 親近神 神一定幫我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於是我就 聖靈感動我 選擇不去被人影響 選擇 信靠耶穌而起落 就是聖靈在我裡面動功 以至我會改變 我就不再那麼被人影響了 我逐步逐步 脫離人的影響 越來越深信神 是祝福我 幫助我 於是我就越來越平安 興省了 我多謝聖靈在我裡面動功 我越聽神話 我將來就越不被人影響了 總之我們每一樣好的改變 大家如果我簡單地 把我今晚所說的說出來 就是這樣 每一樣我們好的改變 無論是立志行事 有時立了志不過沒有走不出來 因為有軟弱的緣故 所以走不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說要成就祂的美 都是神在我們裡面感動我們 叫我們去悔改 信靠耶穌 遵從耶穌 愛神 侍奉神 全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建立教會 有正面的思想 處理情緒 這些全部都是聖靈在我們心裡面運行 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感謝神 而我們越聽話 聖靈的感動就越清晰 越強烈 我們就越來越被聖靈感動 和帶領 我們的生命就會更加高度的提升 那同樣我們幫助人的靈命都一樣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你有這個改變 就是因為聖靈在你心裡面運行 叫你立志行事 有這個改變 就是聖靈沒有放棄你 聖靈在感動著你 帶領著你 神又喜悅你 所以祂會賜給你動力和能力去改變 當你越聽話 神就越與你同在 神就越提升你 你整個生命就高度的提升 你可以大大被神使用 這個就是用這個神屬性查經法的方法 去鼓勵任何人 任何正面的改變 就是當我們幫人靈命的時候 我們讓他知道聖靈在你心裡面做功 所以提升你的靈命 這個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 你繼續聽神話 神就會提升你了 你就會去一個高的層次了 就是這個今晚我主要分享的 就是取自《弗勒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祂的美意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關於這一點的? 如果沒有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 我希望大家能夠做到功課 你可以很簡單 你不用寫都可以的 你錄音都可以的 你說現在我很有心傳福音 因為聖靈在我裡面做功 那你甚至可以說過程 聖靈感動我傳福音 不過我又很害怕 那我很害怕 我又問自己 為什麼我那麼害怕呢? 我怕在人面前醜怪 或者人家不相信 那我很醜怪 被人拒絕 我覺得不舒服 但是我越來越衝破這個懼怕的時候 我明白 就算人不接受 我總之傳了福音 神都歡喜的 我都是忠心做了神吩咐的事 於是我就開始 不計較人 他不拒絕 我總傳福音 總有人去信主 有人不信 有人信 那我生命就改變了 或者他就算不信 神的命都得到榮耀了 所以我感謝神 神感動我傳福音 就是每一件事 我們都可以去威道神的身上 是因為神動功 所以我有這個改變 於是這個是一個好消息 OK 大家明不明白這個意思 還有沒有人想問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祈禱結束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聖經講到 我們本來不懂得怎麼祈禱的 但是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來帶領我們 感動我們 為我們祈禱 也都感動我們 去怎樣 去跟從神的方式去祈禱 就是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為我們祈禱 在我們心中 感動我們祈禱 聖靈是不斷感動我們去悔改 知罪 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聖靈也都感動我們 繼續去愛神 遵從神 聖靈也都感動我們去看聖經 去回應聖經的環節 又感動我們去傳福音 去建立人的靈命 去關心人 這些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而當我們幫了一個人的靈命 而他生命有這個改變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好消息 因為他是回應聖靈的感動 求主就幫助我們去欣賞這個人 並且鼓勵他更大的被神提升 他的生命就可以去到更高的層次 主求你幫助我們使用這個 神屬性的方法去鼓勵人 去告訴人 神在他心裏動工 他可以更大的被神使用 他越回應聖靈感動 他的生命越提升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的 神你真美善 神你會在我們生命中做更大的工作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去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多謝主耶穌 感謝主耶穌 因為你永遠都是我們的好老師 你是感動我們的 在我們心中帶領我們的 使用我們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多謝主 讚美主 感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哈利路亞 我希望這個教導會鼓勵大家 就是看到原來神和我們這麼密切關係 我們就時時都感激神 時時都歡喜神 神原來跟我們有這麼好的關係 我們願意聽神的話 願意全心去親近神 遵從神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沒有我們到這為止 祝福大家 主義大家同在 大大提升大家 也幫助大家 如何鼓勵自己 鼓勵別人 告訴別人 神在你心裏做功 這是好消息 神會繼續動功 當我們越聽神話 神就越提升 因為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唯要叫我們成就神的旨意 為我們成就神的旨意 為我們成就神的旨意 與神要純意 祝福你 尊重地 神的旨意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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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